在英国女王去世前一天 印度去殖民化运动又迎来标志性进程 印度总理莫迪8号晚主持了新德里印度门前 国王大道的更名仪式 并为建国三姐之一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的花岗石像揭幕 国王大道名字已改为责任大道 莫迪在眼角中说到 国王大道代表殖民时期国王的权利 是人民被奴隐与压迫的象征 如今更名为责任大道 提醒责国大道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 要对国家与人民尽重至少 女王去世之后 如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勒比海等英联邦国家等 纷纷出现声音呼吁终结君主制 总体上来说 在原英国殖民地范围的国家中 却殖民化一直是大势所趋 除了国安法出台之前的香港 英国女王去世这事 世界上最敢悲痛的 除了英国民众外 可能就要数一部分香港人 在当年现场 这些人声泪俱下 悲痛欲绝 一些港人悼念文字中 将其称为香港人的女王 还把跟女王没什么关系的香港发展成果 都算成她的功劳 勉强也算是人死为大 粉饰虚章 还有一些人把女王升个为香港人的女皇 就很让人绷不住了 有欧洲历史常识的会知道 欧洲人对皇帝和国王的称号区分非常严格 历史上欧洲的皇帝法筒非常稀少 英国王室只有到了维多利亚一日那里 才从印度抢了个印度皇帝的头衔戴上 然后这个头衔传到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那时 也就因为印度独立而断绝了 所以伊丽莎白二世从来也没当过女王 英国人自己一直叫她女王 现在这些港英殖民遗留下来的孝子 把其称为女王 可能英国人看了都会想笑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 虽然国安法出台之后 香港开始了二次回归的进程 但去殖民化之路依然认识道远 可以说比起其他原英殖民帝国家 香港去殖化进程是最落后的 在嘲讽这些遗老遗少之余 我们也要梳理一下港英时期的英国形象 以及香港人的身份认知和心态的演变历程 来回击如今这些女王 并因香港繁荣之类的岁月史书言论 认清这种认知变先史 对于我们面对今后香港和台湾问题的解决 也尤为重要 香港著名五小小说家黄毅 有一部长篇作品叫《鞭荒传说》 故事以肥水之战前后的历史时代为背景 塑造出了一个虚构的鞭荒级 故事中鞭荒级的前身是饮水之盼的象征 由于南北长期对峙 所以淮水和四水之间数百里的地区 变成了荒无人烟的缓冲区 称之为鞭荒 由于南北政权间断绝往来 所以处于鞭荒核心处的鞭荒级 成了唯一贯通南北的转运中心 两方走私贸易的桥梁 鞭荒级不属于任何政权 也没有王法 在这里讨生活的人成为荒人 多是帮会豪强不法之徒 走私前客 以及在南北政权无处容身的亡命之人 南北湖汉各族杂处 一切以利和武力为规则 由于走私中心的地位 所以鞭荒级成为天下最赚钱 也最堕落的地方 倾楼赌场灵力 鞭荒级的人们拼命赚钱和享乐 赚够了就去其他地方安居生活 故事开始时 鞭荒级各大市里间 只有一个象征性的协商机制 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在肥水之战后 南北各方势力 应对鞭荒级战略利益的水嫌屡屡进犯 数次失陷的鞭荒级 在几位主角带领下 将所有荒人团结起来 最终保卫了鞭荒级的独立地位 并发展至巅峰 荒人之间也消除了民族和利益体间的隔阂 产生了统一的身份认同感 最后鞭荒级在多年辉煌之后 随着刘玉成为南方之主后 凯然北伐 鞭荒失去了缓冲作用 而宣告落幕 这里画了大段文字来介绍这部小说 相信读者们一下就能看出来 鞭荒级实际上就是香港的隐喻 黄毅作为香港最擅长写历史的小说家 对于香港地位的本质有着通透认识 二战后 亚洲能迅速发展起来的这几个地区 日本和所谓的四小龙 本质上都是因为 他们是冷战对峙的桥头堡 并且香港本身就是新中国成立时 有意留下的对外门户 鞭荒级这种无法无天遍地金钱 靠中转贸易发大财的环境 也和香港60到80年代间 高速发展时的社会环境辱出一辙 不过对比港英时期来说 鞭荒级是独立多了 小说中的荒人不接受统治者 有属于自己的议会 也有能力保卫国家 对于港英时期的香港人来说 以港多为首的殖民官僚们 是绝对的统治者 政治大多时候与港人基本无援 在六七运动之后 港人再没有挑战殖民政府的举动 在70年代之前 港英政府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功能 就是维持统治秩序 从殖民开始 英国对香港的定位 就是贸易转口港 英国只需要维持统治秩序 不影响经贸利益的获得 所以既不关心智力建设 也不太关心香港华人社会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80年代前的 老港片中会发现 在其中出现的殖民者形象 大多数时候就只有英国检察长官 英国这种放人不管的态度 一方面是香港社会 某种维度上非常自由 成为有能力 有野心之人的绝经乐园 另一方面 也使香港事实上 变成无法无天的社会 在这种纯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中 自然富者欲富 贫者欲贫 也就不难理解 当时的香港会出现汤房 汤床 九龙城寨 这样的平民库景观 大陆改开之后 各路富豪的发家时 一人或多或少不光彩 但像毛其中这类 也是要进监狱的 当年香港富豪们的起家时 如果按大陆的标准来看 大部分都是要进去的 更不用说 香港还有发达的黑社会生态 对于华人 港英政府采取的是 吸收少数商界精英 进入行政局和立法局 这类实际上的咨询机构 或授予太平绅士的形式 通过精英华人来维持对底层统治秩序 直到70年代 香港社会系统 由于警察系统的腐败 终于到了无法维持正常秩序 社会矛盾极端尖锐的地步 迫使当时以麦里浩为首的港英政府 波德部开始 正视香港社会发展和治理问题 连政公署也是在这时期成立 在雷洛撞 破豪 追龙等影片中 对这时期的港英政府问题 与殖民者的反面形象都有体现 更根本性的原因是 在六七运动之后 英国政府发现 英国政府发现 新中国是有可能武力收回香港的 感受到了失去香港的危险 在七一年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五常席位之后 英国不得不正视这一天到来的可能性 也是在这一年 麦里浩就任第25任港督 根据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等资料显示 由于这期间 英国还未与中国正式讨论香港回归问题 英国仍然寄希望于 通过增加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实现延长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毕竟英国就只剩这么一个像样的殖民地了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抬高香港的身价 带着这个任务 麦里浩通过一系列经济和民生改革 使香港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 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也相对缓解 麦里浩时期也是老一辈港人最怀念的一段岁月 实际上 以香港得天独厚的贸易条件 和处于冷战桥头堡的历史机遇 如果港英政府肯用新智力 香港早就该发展起来 对比香港和新加坡 就可以看出两者政府定位不同 带来的发展差异 在麦里浩之前 香港工业以服装业为代表的低端轻工业为主 缺乏自主技术 在麦里浩执政期间 其推行的经济政策 为香港奠定了电子工业等产业基础 本来香港也是有机会 沿着这条路继续发展的 不过到了79年 麦里浩到北京拜访 中国领导层向其传达了 如期收回香港的决定 82年的中医会谈 邓小平向萨切尔夫人 传达了更明确和强烈的信号 至此 英国对港战略转为辉煌退场阶段 这一年麦里浩离任 所谓辉煌退场 熟悉英国历史的读者都知道 就是英国从殖民地撤退之前的 一贯搅屎棍作风 通过种种手段进行挖坑 为殖民地独立后埋下货根 萨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说道 鉴于1982年9月 与邓小平的会谈没有进展 现在应该发展香港的民主建制 使香港实现独立或自治 就像我们在新加坡那样 后任港督们的任务 从推动经济发展 变成了所谓的民主改革 促使各路政治团体纷纷出现 立法局等机构放开了小部分议席 给这些政治团体进入 不过此时 立法局等实际上还是咨询机构 而不是独立机构 在彭定康上任之后 推动了一系列 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协定 和基本法的改革 这时期也诞生了很多 后来煽动港独的政治明星 如李祝铭 和与彭定康关系深厚的陈芳安生等 立法局也开始走向独立性质 由于港英政府不再以发展香港的产业经济为目标 导致香港从80年代 就开始走上了去工业化道路 1981年时 香港有120万产业工人 到1996年 还剩80万 工业升级道路被打断 金融和服务业成为香港绝对主流 香港社会日获得政治问题 产业问题 房地产问题 在这时都已种下根油 政治上 为什么我们看到香港的各路政治团体 大多不是代表高层利益 就是勾连欧美 都代表不了普通市民的政治利益 因为八九十年代 港英政府推动的所谓政治改革 实际上 就是之前吸收精英和太平绅士的放大版 到回归前夕 真正关注底层利益的公民团体们 基本与政党团体分道扬镳 以香港市民社会的形式自行活动 不参与政治 而港英政府催生出来的政党团体们 蜕变成纯粹的政治利益团体 当时的调查显示 直到回归前 香港真正参与政治活动的普通人 也是极少数的 延续了殖民史以来 普通港人的政治冷感 而在港人治港的原则下 回归之后 这些纯粹的政治利益团体们 自然变成了治港的那个港人 且和香港富豪精英阶层 与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是香港回归后面对的政治基本盘 产业问题 由于八十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 和港人中产阶层扩大后 对生活身份的追求 以及殖民化影响 一方面 年轻人不愿再从事 如纺织等低端工厂工作 但工业升级道路又被打断 年轻人转而大量进入地产 银行 商贸等行业做体面的办公室文员 这种文员群体 后来也成为港剧中最经典的上班族形象 在房地产和金融如日中天的年代 这些文员不用学习什么专业技能 就能保持体面工作 也使得香港人对子女教育投入方向 发生了转变 造成医学 法律 金融等专业独大的局面 而中产层对八九十年代 房市和股市造福神话的追求 又极度促进了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 上一部分 我梳理了回归前 港营殖民政府对香港社会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梳理香港人的身份认知和心态的演变历程 我们在前面提到 回归之前 普通港人长期保持政治冷感 在七十年代之前 由于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 被殖民的港人没有政治地位 也无力反抗 自然对政治冷感 在麦里浩执政的经济高速发展期间 这种政治冷感又有了新的含义 就是普通人只要拼命讨生活赚钱 其他不关我屁事 粤语中称之为问食 黄毅在《鞭荒传说》中借其中一决策之口说道 那时的鞭荒集真爽 拼命赚钱也拼命花钱 真正的醉生梦死 从不去想将来要如何如何 说的就是那个年月的香港 73年 香港出现单元剧《狮子山下》 歌颂港人奋斗拼搏 被港英政府宣传为狮子山精神 实际说穿了 就是拜高速发展期 机会遍地所赐 对拼命赚钱拼命花钱时代的包装 1989年 周润发在参加《今夜不设房》节目时就说 现在哪个香港人不是手头上做着两份工作的 香港影视界奇才陈勋奇 就是这种拼命问食的代表 既当演员又是电影配乐大师 又会舞指又能编剧 这种精神固然值得称导 但问题是 即使在那时 香港底层阶级 多数也难有这种拼命问食的能力和机遇 而与此同时 香港真正的富豪们 可不是靠着拼命问食来发家致富的 《狮子山精神》本质上说 是对香港中产黄金年代的一种概括 远不能代表香港的全部 《变荒传说》中描写荒人的不成文规矩是 只聚在一处看热闹 不爱手不爱笑 谁都不可以拿他们来出气 这也是当时普通港人的行为特征 非常关注各类政治新闻和信息 但极少参与政治行为 有学者将此比喻为 专注的旁观者 所以要了解港人身份认知和心态的变迁 香港影视剧是一个生动的渠道 在香港融为殖民地后 由于港英政府不像日本殖民台湾时 那样有意同化本土人 且仅靠广东 香港华人社会一直在底线上保留了一种中华认同 在抗战开始 各路人士去香港避难之后 这种认同更被加强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概念的接受 就相对困难得多 建国以后 香港华人社会是有一些趋势 在文化上与大陆接触的 文革开始后 风潮也影响到香港 但是在六七运动之后 这种影响基本消失 这时 英国对港人的文化同感也开始加强 使得港人一边反感殖民统治 一边不得不日益被殖民文化加深影响 四月神偷中上世纪六十年代 香港社会中的殖民影响 在影片中无处不在 同时 以泥匡之类为代表 在逃港的大陆人的影响下 本地港人对大陆的影响也迅速恶化 最重要的是 七十年代后 两地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大 最终使得大陆和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形象 在香港文化中越来越奇观化 野蛮化 贫穷化 国产007可以看成 对社会主义大陆奇观化的极大成 在79年之前 内地以广东省为主 就出现过五次逃港潮 前后上百万人 尤其七十年代之后 香港飞速发展的经济 使逃港现象加剧 深圳在成为经济特区前 更是重灾区 逃到香港的大陆人 被称为人蛇或大圈仔 由此发展出打蛇团伙 绑架人蛇 来啰嗦他们在天价的亲属 成功进入香港的 由于身份问题 很多都从事黑帮暴力 或色情行业工作 备受歧视 也由此产生很多影视题材 如破豪 升港骑兵 恐怖机 经济等等 客观地说 百万届的逃港者 充实了香港社会的劳动力 为香港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甚至据说上世纪末 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 有40多人 是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只有甜蜜蜜等少数电影 算是对大陆人的形象 塑造比较正常 但不论是当时的港人 对逃港者的歧视 还是逃港者 在融入香港社会后 向其他港人 灌输的大陆形象 都加剧了 港人在七八十年代 整体对大陆影响的刻板和偏执 也引发了对自身命运的担忧 这种担忧 在香港中上层比较明显 对于中下层民众来说 在79年之后 香港将要回归 就是注定的事情 以普通港人的政治冷感 就普遍造成 明知这是既定事实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还没有回归 就不愿去多想的心态 对于大陆这门穷亲戚 除了嘲讽之余 也说不上多反感 毕竟这个穷亲戚 也给普通港人 带来了诸多好处 在香港赚钱 在大陆消费的模式 让普通港人 瞬间就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 中上层就不这么想了 很多人怕回归之后 面临清算 当时香港掀起了一波移民潮 如新加坡政府 给香港205万个家庭 移民的名额 市民排队领取 申请表格的队伍 从金钟一路排到湾仔 跑到欧美的更多 泥匡就是怕回归后被清算 跑到了旧金山 富贵宾人中 对当时中上层港人的心态 又生动刻画 在中央表态 一国两制50年不变后 这波移民潮 才逐渐平息 香港人当时 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 一边大体上 保持着对中华民族 一个中国的认同 一边嘲讽大陆 一边害怕茫然 一边装作无始发生 香港人的民族家国情怀 一是源于 清末以来的反侵略史 二是文化形态上 深受广东文化传统 和从天地会 到鸿门的会道门 世界观影响 三是难度文化工作者 对香港影视中 家国情怀的塑造 由于广阔的华语市场需求 这种影视剧中的 家国情怀塑造 在八九十年代 又达到了巅峰 对包括大陆在内的 整个华语圈的 中国身份认知 起到了积极塑造作用 但是香港人 这个中国身份认知的主体 实际上又是玄制的 七十年代后的港人 已经不能理解 社会主义大陆 只能接受既定事实 那么对窃取了 中国概念的 台湾国民党政府 香港人有认同感吗 从当时来看 实际上也没有 在八九十年代的 香港电影中 出现台湾形象元素很少 基本上 都是作为黑帮元素出现 香港电影中的 台湾黑帮形象 经常往两个极端方向发展 一是组织化程度高 更接近日本黑帮 且深度参与政治 如古霍宰中的三联邦 和黑金中的周炒仙 而是乡图化野蛮化 花镇山人自托大金链 说明难语 爆粗口 典型形象 就是赌神二中 被仇孝吃干掉的老大 因为台湾当时 自己没什么黑帮片 被香港电影大量输出后 反过来影响了台湾人 自身对本土黑帮的认识 并反映在 后来台湾本土一系列电影中 香港人心知肚明 台湾不可能是香港的选择 而当时如日中天的香港人 同样也看不上台湾 甚至嘴上也看不起新加坡 觉得新加坡很土 就这样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人 凭借着发达的影视工业 成为华人文化中心 也塑造出一种 属于自己的中国观 成为了文化上的中国认同者 政治上的无根者 已经开始试图建立自己的 政治身份认同感 此时都还是着落在民族主义上 所以当时兴起保调运动 推动中文为官方语言运动等 这又不同于当时港英政府 推动的政治改革参与 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认同塑造需求 客观上说 已是五十年不变的保证 让普通港人暂时忘掉担忧 可以把情怀放在民族叙事上 香港史上投资最大的电影 《国际刑警》中 开篇就有香港保调人士 与日本幼义分子冲突的情节 在彭定康上台开始更加激进的搅浑水之后 对于各路政治明星群魔乱舞的现象 以及到底能不能实现港人治港的担忧 又引发了一些港人对未来期望的混乱 96年的电影《港独最后一个保镖》 表面上是无厘头恶搞喜剧 但对回归前的香港证据有所了解 就会发现 里面的很多人士可以直接对号入座 片中既讽刺大陆 又讽刺港英政府和香港政客 又对日后获得在港英统治期间 根本没有过的民主进行模糊想象 可以说是当时港人心态的绝佳写照 那么回归之后 为什么香港始终没有真正融入大陆 反而在新一代港人中 广泛产生港独 美化怀念殖民期间的炼职情节呢 一是港人治港问题 香港回归时的政治基本盘 本来就遍布暗装 如沈方安生 因为彭定康许诺给他的特首没有实现 从而在港独道路上一路走到黑 当时的港人治港 整体上基本是精英治港 如董建华梁振英这种 真切为香港长远考虑的是少数 政治前客是多数 而是历史教育问题 在港英政府统治期间 关于中国历史教育就是非常淡化的 结果回归之后 香港政府在这方面是变本加厉 历史学 尤其是中国历史彻底边缘化 就像我们上面说的 回归时香港的参政基本盘 不是代表精英阶层 就是代表英国 不管代表谁 这些人普遍觉得香港要保持国际化 所以要轻视历史教育 这直接导致回归后的一代年轻人 对中国历史认同极度退化 三是限于时代问题 回归后相当一段时间内 大陆和香港仍然没法正常开展 大规模民间交流 香港人在仍然保持着 对大陆的巨大优越感的同时 又因为港英期间遗留的种种问题 导致普通人处境变差 而对大陆产生怨恨 九七回归之后 虽然大陆经济已经有长足发展 但大陆仍不敢全面开放内地赴港 担心滞留香港的内地人太多 导致香港社会受到冲击 同时大陆政策上也并不鼓励 香港青年赴港学生在内地就业 随着大陆赴港游客的增多 双飞婴儿 零驾团 黑导游 北孤等等现象 也在加剧陆港矛盾 四是香港新一代青年 终究要建立自身的本土化身份认同 这是客观的社会进程 在与大陆身份认同融合受阻之后 新一代港人的身份认同建构 走上另一条路 领三年开始 兴起所谓的新社会运动 强调香港本土身份和本土共同记忆 这种共同记忆 自然也只能从港英时代取材 然而年轻一代并未经历过港英时代 在过往的影视文化中 实际上也找不到多少港英政府正面描绘 只能把香港高速发展的年代 全都算成港英政府功劳 并经过不断美化想象 最终变成炼职情节 而在国安法出台之前 香港政府对推动去职化又无懂于衷 另一方面 随着香港经济结构上彻底金融化 房地产化 旅游服务化 新一代港人心中的国际中心认同感 又不断加强 催生出类似世界公民的心态 在文化情感上开始更靠近欧美 十年之后 香港文化圈大居北上 有能力的港人也大批到大陆发展 还留在本地市场的发展空间更为狭小 无法参与到北上进城 也没有退路的香港新一代青年 就只能在自身地位衰落的过程中 不断怀念想象的从前 对大陆的观感越来越非理性 最终沦为港独分子的工具 之前说过 香港的不幸在于 在回归之后 沿着曾经的老路又走了25年 幸运的是 比起全世界大部分地方 它仍然是最发达的地域之一 依然还有足够的空间和依靠去改变 回到本期开头 无论如何 香港的发展 实际上跟英国女王并没有什么关系 伊丽莎白二世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 只有两次访问香港 创造了势头婆这个称呼 在港英政府的宣传下 美化了英国王室形象 淡化了殖民者的恶劣形象 作为一个现代君主来说 和还在世却已退位的名人天皇相比 伊丽莎白二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 名人在位期间 外世上对中国道歉 内世上努力维护皇室形象 并提前退位 为下一任天皇铺好路 反观伊丽莎白二世 既没真正扭转英国作为殖民者的形象 又没维护好王室形象 甚至也没给查尔斯留下个好摊子 人死为大 其他的不说了 港英殖民时代的遗老遗少们 这次可谓笑感动天 不过等查尔斯也走了 对着这连想象都找不出素材的国王 还能笑得出来吗